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尔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的简介 我喜欢电脑,喜欢研究,还喜欢分享 我最早接触计算机是在1994年 96年拥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 98年开始接触网页制作 那时候还在上学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玩电脑、学作网页和玩游戏是一样的 都是爱好 其实我接触电子游戏的时间更早一些 是在1990年我就拥有了第一台任天堂的八位机 我学的专业不是计算机 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甲方给自己的公司作网站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乙方给客户做网站 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出来创业,还是做网站 最近这几年做的网站不多 变成了教大家怎么做网站 各位在网上看到过我发布过的文章、视频 比较杂 有的是wordpress的 有的是关于游戏的 还有的是关于电脑的 这些都是我的爱好 wordpress也是 我在很多年前就接触过wordpress 那时候的wordpress比较早 不像现在有这么多成熟的主题和编辑器 那时候小白上手wordpress是很难的 门槛很高 要想用wordpress做网站 必须得懂PRP程序开发才可以 2013年我接到了一个网站修改的项目 是香港的客户 他的网站是用wordpress做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wordpress的主题选项 真是太强大了 有了这个主题选项 他可以把网站开发的难度 网站建设投入的人数 以及网站建设的工期直接给拉下来 后来我找到了这个主题的开发者 还找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一些报道 说这个开发者依靠着开发wordpress主题赚了很多钱 后来我又找到了Avada主题 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 发现这个主题太棒了 于是在2016年我做了第一门wordpress课程 Avada主题课程 截止到现在2020年的7月 我们一共做了16门wordpress课程 还有5门电脑相关的课程 所有课程都在网易云课堂售卖 每门课程都有几个免费课时 可以试看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简介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什么 请给我留言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